古希腊有个人叫戴奥珍尼斯 他认为自己可以把需要降低到零点 他一分钱也没有 住在一个大酒桶里 每天早上起来到公共水池里洗脸 再到市场上捡一点菜叶 到树上摘一点果子 或者接受别人的一点施舍 但是他从来不求人 他很有学问 没事的时候 他会到广场上教育人 要不然这种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乞丐的生活 他教育人们什么呢 他说 你们生活的太累了 其实你们追求的东西太多了 否则你们一定会更幸福 你看我什么也不需要 我每天晒晒太阳 想睡觉就睡觉 想喝水就喝水 我过的不是比你们快乐的多吗 他的这套理论被人叫做权儒主义 意思就是像狗一样生活的读书人论调 我说你犯了